我的亲生父母将我告上了直接审判台 被告者若是被判有罪 将现场挠死亡 续接上级 我原本以为弟弟跟我父母是不一样的 当他学会第一句话时 我由衷地为他开心 他在院子里蹒跚学步 一旁的柴火堆突然倒了下来 我顾不得自己 连忙扑过去将他护在身下 木头砸到我的头 但我第一时间是看弟弟有没有受伤 见他没受伤 我开心地笑了 母亲慢慢咧咧地将弟弟从我手中接过 让我把柴火重新堆好 我会偷偷在学校发的糖给弟弟吃 哪怕他从来不跟我说谢谢 但后来我发现他跟我父母一样 当他要什么 我没有及时满足他时 他便会大哭引来父母责骂我 他似乎很享受父母的偏爱 享受打压我后的快乐 我的成绩一直比弟弟好 虽然父母毫不掩饰对他的偏心 但他还是不愿意我成绩比他好 我听见过他在父母在房间里的对话 爸爸妈妈 你们会因为我的成绩 没有姐姐 好就不喜欢我了吗 当然不会 女孩子读书好又没用 爸爸妈妈 我听我同学说 他姐姐读大学 以后就不再管家里了 你们说姐姐会不会这样 不会让他读大学的 高中也别读了 让他早点去赚钱给我们 如果我能去上补习班 我会更努力学习 到时候考上大学 给爸爸妈妈争光 儿子真乖 于是弟弟成功让我辍学 差点被老光棍兴起那天 我喊了弟弟的名字救救我 哪怕我是一个陌生人 他也不应该视而不见 可等到的是他的承诺 也对 三十万彩礼要用来给他买房子 帮了我拿来钱给他买房子 我的弟弟没救我 我是自己救的自己 看到这里 父亲突然大声说 就因为这个不救弟弟 不能判他无罪啊 哪怕再有心结 那也是他亲弟弟 也是一条人命 他不救就是见死不救 法官重重斥责安静 因为回忆还没结束 我接过医生递来的病例 你的胃有很大问题 不能再饿肚子 是不是减肥了 小时候条件不好吃不饱饭 后来一直忙着工作 没在意身体 你的身体各项技能都不好 一定要好好休息 好好调养 那我能捐肾吗 你奉猬了 不要命了 你的身体状况 不满足任何捐献的条件 医生话音一落 弹幕一片热闹 就算见死不救吗 这父母还想以命换命啊 他无罪 无罪 父母愣在原地 没想到会这样 主法官重重地敲下手中的法锤 本庭审判结束 被告审判无罪 原告将被永久监禁 立即执行 法官大人 我能不能撤销审判 这是最高法庭的权威 你当这事儿戏吗 提起直接审判事 就应该清楚审判结束的后果 我走下审判台 缓缓走近他们 父亲看着我破口大骂 就不应该生下 生下来就应该把你掐死 你救救你弟弟 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他是一条人命啊 你要负责 听到这里 一股良意席卷我全身 哪怕医生已经明确说 我的身体不能捐肾 他们还是责怪我 没有救他们的儿子 毕竟我的命 他们儿子的命比起来 不值一提 他看向我的眼神 全是恨意与恶毒 他要是死了 我做鬼也不会放鬼 我觉得自己 面对他们的伤害 已经可以刀枪不入了 但听见他说出那句话时 还是很心痛 我转过身不再理他们 后来我收到了弟弟 寄给我的一封信 他很幸运地 匹配上了新的肾源 正在恢复身体 很多事情是因为 小时候不懂事 伤害了我 现在他心里满是愧疚 他说 康复以后想见见我 想当面给我道歉 我将信 原封不动地寄坏了 没有给他任何回复 这就是我给他的回复 我已经与那个家 断绝了关系 此后 他们不再是我的家人 我不会去监狱 看我的父母 也不会跟弟弟见面 此生不再有瓜葛 是最好的结局 这就是我